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跟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为椰子油身怨和 大家都会见到近年 椰子的食品越来越流行 有椰子水、椰子油、甚至零食 周边都可以买 袁医生 但是有很多人都误会了椰子是一些无益的脂肪 究竟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很明显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为什么呢 我们过去三十年来 椰子油一直被人批评 是会令我们血管堵塞 因为它有很多饱和脂肪 所以很多人 包括大部分的大众传媒 都是盲目地来批评它的 所以很多人都害怕了 或者不会用它了 用其他的油 其实其他的油可能是更差的 所以我们是要了解一下 到底椰子油的真相是怎样呢 为什么最近来看到很多椰子的产品 正如你所说 不同牌子的椰子油 不同牌子的椰子水 越来越多 很多的餐馆除了汽水之外 什么水什么水都有椰子水 看电影院里面都会卖椰青水 所以你看到有些是改变了 很明显 所以我们以前所听回来的那些椰子 那些不良的关于椰子的东西 其实是已经慢慢被人平反了 好了 最近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我刚刚就和有一位医生 叫做Bruce Five 这位医生曾经在研究椰子 十五年了 我当时和他吃了饭 他当然写了很多书 那其中一本书就叫做椰子的治疗 椰子的疗效 叫做Coconut Cures 和发现椰子的治疗的力量很大的 那当然我跟他 跟他约他吃饭 之前我也都拿了那本书 就重新再玩一玩 那发现那本书真的有很多好的治疗 这本书其实出了很多年了 应该2005年那时候已经写了你了 那离开这十多年了 那好了 那其中有一课堂就说了 就是椰子油被人被罵了很久了 那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審判来的 那其实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从来就没有被椰子被告好好地辩论过的 大部分资料都一面左右 就是控方就将那些所谓科学的资料 就一面这样加下去 就告诉你 椰子油是可以导致心脏病的 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那个饱和脂肪 就会塞我们的气管 那血管底塞就是导致心脏病了 那椰子油是有饱和脂肪很多的 那所以呢 那椰子油就导致心脏病了 那其实真相是怎么样呢 那跟大家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过去这方面的科研 那到底发现是在发生什么事的 OK 好了 我们都知道呢 控素椰子油的控方呢 就说呢 椰子油呢 它主要含有的是什么 是饱和的脂肪酸 嗯 差不多可以说呢 椰子油里面的脂肪酸 是92个percent 那些脂肪酸在椰子油呢 是属于饱和的脂肪的 那可以说呢 差不多呢 是那么多种的 我们食物里面的脂肪里面 是含有最高 最高的饱和脂肪的 那我们都知道呢 饱和脂肪呢 通常呢 是会提高我们的那个 胆虎醇的 那而胆虎醇呢 我们都过去呢 以为呢 是会造成那个 心脏病的风险的 那所以椰子油呢 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了 嗯 这个就是控方一直这么说 是 好了 我们辩方怎么说呢 它说呢 无疑 有个人呢 有一位叫哈鲜 和那些同事呢 就发现呢 如果我们 椰子油呢 是加上我们的饮食 那个卡路里 差不多 至我们日常的卡路里 21% 比一班那些所谓 本身已经是 胆虎醇高的男士 来到服用 嗯 是没有增加到 他们的整体的 胆虎醇的水平的 相反地 事实上呢 而 那个 研究的 男士里面呢 他们的胆虎醇呢 竟然呢 是平均跌了29% 就是不单止 是没有增加到 其实还跌了 是啊 那你想想 21%不少的 嗯 因为呢 21%的 总的 卡路里的 进食量 在那个椰子油呢 是非常之高的 是 因为美国那个 深藏学会呢 其实我们每人呢 吃那个 进食的 脂肪的量呢 是应该是 佔我们的 所有的卡路里 的30% 而已 而其中呢 是 由飽和脂肪的 卡路里呢 是不应该多过 10%的嘛 那我现在说 现在我们在比较多 比较多 比较21% 哦 用一些高 即是飽和的 椰子油 而竟然呢 他们那个 血的胆抹唇呢 竟然是什么 下降了 OK 那这是其中一个研究了 好了 另外一个研究呢 是 Berabon Berabon 和他那些同事呢 就有同样的 结论的 他们呢 他们呢 是跟踪了100个男士 课五言里面 那他们这些男士呢 都有 就是过去呢 曾经都有 心脏病的病历的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将他那个 脂肪的进食量呢 是控制到 整所有 即是 总卡路里的 百分之二十八 OK 而将这些研究组呢 就研究了两个 两组接受治疗 那还有一组呢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控制组 那一半的 用肥的 即是进食肥的脂肪的人呢 是用什么呢 是两种的 两种的脂肪 一种呢 就是用五五波的 粟米油 和红花籽油 是 即是50%粟米油 50%的红花籽油 而另外一组呢 是用呢 50%的椰子油 和50%的 是花生油 然后呢 两组人士呢 那个脂肪呢 其实都跌了的 OK 都跌了的 还有呢 是跌了 是多过那个 受控组 就是受控组 就是平时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 他平时吃开的食物呢 那发现呢 用加了这些 所谓的油 粟米油 还有红花籽油 那可能这种油 不是说 特别高 飽和脂肪呢 但接下来的呢 是那个 椰子油 和花生油 竟然呢 他们那个胆子 都跌了 那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研究 那还有一个研究呢 就是很久之前呢 我们就研究一下 就是在那个太平洋群岛里面呢 有很多些人呢 是不是他们是吃很多很多的椰子的嘛 嗯 那就是 就是用浸食那么多不尋常的 那么大量的椰子油呢 在他们的日常的饮食里面呢 其实呢 他们完全都是没有出现那个胆虫水平 嗯 就是真高 是没有的 那么我看到 在医学文献里面呢 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呢 如果我们要用一些天然的椰子油 OK 而在当我们日常生活感来应用一下 这样的时候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对我们那个胆虫水平呢 是不会有坏的影响的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波然那方面的研究是很多的 咦 那但是医生啊 还有些研究呢 是用在动物上面的 例如白兔啊 鸡那样呢 他们呢 都有用那个椰子油 去令到他们的那些胆固醇提高了 是啊 没错 那因为呢 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呢 是用在那些动物的研究里面呢 发现呢 椰子油呢 是会增加 似乎增加他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胆固醇的 那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呢 其实呢 在很多这些研究里面呢 这些动物呢 是不是给喂食一些 就是他们的 就是所谓自然的天然的食粮的 嗯 它就是喂食一些呢 是实验室的配方来的 是吧 那这些配方 通常呢 会包含一些脂肪啦 蛋白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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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质啦 还有那个糖分啦 还有纤维啦 还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那些 这样的 那些成分呢 是企图控制它那个食粮的 好了 那我知道呢 这些的成分里面 包括脂肪和糖分呢 是会造成那个食粮里面的 很大部分的 是远远超过呢 这些动物呢 在自然的环境里面 吃得到的 OK 好了 那如果你用一些 就是你喂食物呢 是人造的 食粮呢 那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的 那也都真的不能说呢 将这个呢 是反映一个有 就是可以反映呢 在那个 现实的生活呢 现实的世界 会是同样的问题 会出现的了 好了 那我知道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用的动物呢 它本身的身体那个 那个身体那个 那个 系统呢 是和人的身体系统不同的嘛 譬如我们用一些 食物呢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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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白兔 那白兔是素食的嘛 是的 那很明显呢 一个素食的动物呢 它处理那个 肉类的产品 胆固醇 或者饱和脂肪呢 其实很可能呢 是和我们的人 是会不同的 OK 人呢 是雜食的嘛 所以人的身体系统呢 是可能可以处理得到 消化到这些 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的 那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我大家知道 鱼油啦 是不是 鱼油不是在那个 是有很多米加三的脂肪酸的啦 那鱼油我已经知道呢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身 我们的人呢 是保护那个 心臟病的嘛 有保护作用的嘛 那 但是呢 我知道呢 如果我用仓鼠做这个研究 如果那些仓鼠呢 是吃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的 鱼油的话呢 发现呢 会令到仓鼠呢 是出现高胆固醇的喔 那你是不是结论说呢 哦 因为仓鼠 喂喂鱼油被仓鼠 仓鼠出现高胆固醇 所以呢 这些鱼油呢 是会在人那方面呢 是导致那个心臟病呢 那可以看到呢 很明显呢 是不同的 那 所以说呢 就算我们能够在那个 白兔啊 或者 鸡脊里面做出来的研究呢 其实未必一定可以应用在 人那方面的 那其实最重要呢 这些这样的油呢 通常呢 不是天然的油来的 它主要呢 它大部分这些研究用一些叫做 轻化的 轻化过的椰子油 那你知道呢 轻化的油呢 不是 就是那个 跟我们自然的 未曾处理过的椰子油 是很不同的嘛 现在事人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原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为椰子油腥鸢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氯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继续为椰子油腥鸢 好了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Dr.Five Blue Cipher》的资料 其实很好的 写得很不错 其中说 其中 胆露唇的问题 椰子油腥鸢 产生高胆露唇的问题 出于早年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1957年 有一个阿伦的医生 阿伦的研究人员 他在哪里做呢? 在南非的Batoons 斑陶族 斑陶族的人 那些斑陶族的人 每人给他100克 100克 即大概半杯不同的油 在食物里面加进去 他发现在不同的油里面 椰子油会增加胆露唇的水平 而反而粟米油会减低 这个研究 就是第一次开始 对那个椰子油 是产生第一个警信的 OK 接着很多时候 其他的 就是 很多其他的研究 都支持了阿伦的研究 好了 问题在哪里呢? 原来呢 阿伦的研究 是出了一个很大的破绽 而这个破绽 在所有其他的研究 是重复了的 即是说 椰子油会增加 我们人体的总胆固顺 问题就是 原来呢 阿伦是没有用过自然的椰子油 他用一种呢 是一种叫做轻化了的椰子油 他每 他们那些人呢 全部是每 用一半杯呢 是轻化了的椰子油 每天去用的 但我知道呢 难怪不得 那个胆露唇 那种胆露唇 会提升 因为所有轻化的椰子油呢 都会增加我们的胆固顺 包括轻化了的黄豆油 是 苏米油 所以呢 这些研究呢 不是证实了椰子油 是问题 是天然的椰子油 而只不过呢 是那些是轻化了的油的问题 而没有证实了 是没有轻化的 天然的椰子油呢 是会导致那个 所谓心臟病的问题的 好了 轻化是什么呢 轻化一个程序呢 是将我们所谓有 不饱和的脂肪酸呢 是转为一些比较多些饱和的脂肪酸的 是用一种轻化的过程 就是轻化的那个分子 是加到那些 那些所谓不饱和的植物油里面 将它成为一个饱和的时候 那问题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包括在那个在椰子油的制度过程呢 当它轻化的时候呢 很多脂肪酸呢 会出现一种叫做反式脂肪 嗯 大家开始听这个名字了 在自然界的脂肪里面呢 通常呢 是一种一色的 是是一个船型的 但是在一个人造的脂肪的过程里面呢 一部分呢 是会有反式脂肪 一部分是是是 就是它控制不了的 这个自然的现象 就是一个化学的环境里面呢 是制造不了的 所以呢 在这种轻化里面呢 我出现了呢 第一 是很多就是一种反式的脂肪出现的了 那我知道呢 如果任何的那个 就是经过轻化的植物油呢 都含走很多这些反式脂肪的 那我现在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呢 原来轻化的油呢 在任何的 就是任何的来源的轻化油呢 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的 是 所以呢 那问题就是说呢 就是 那个问题呢 只不过因为轻化的油 就不是任何的其他的油 是导致这个问题的 那我还要知道呢 有一种叫做中腩油 是吧 和那个 和那个 和那个植物油很相似的 那它也都会减低那个油的风险的 那 最重要就是说呢 那个油 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油呢 或是用一种 是已经处理过的 反式脂肪的油呢 那原来呢 阿伦这个科研的人士呢 他发现呢 他说植物油呢 那些的饮用呢 是不单止令到 人类和动物呢 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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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会硬化 那 就是说呢 植物油呢 是 两样问题都会有的 那 那 所以呢 很明显呢 他不一定会 引发我们那个 那个心脏病咯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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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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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这些 动物的研究之后呢 基本上呢 它 全全没有了 必需要的脂肪酸的 那样 那样 所以呢 剩余的脂肪酸呢 可以这样 全部被它毁灭了 ok 那我们研究 动物研究发现呢 如果我们长期呢 是 饮食里面呢 是缺乏 主要的脂肪酸呢 它通常都会病的 那这些病呢 就是脂肪酸不足的病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 包括高胆部纯 和呢 是血管硬化的 哦 ok 所以呢 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脂肪酸的不足 会导致 因为植物 氧化 又氢化的油 会令脂肪酸不足 ok 包括所有 那些叫做 不饱和的植物油都好 那如果你是 经过这个氢化 氢化作用呢 那它所有的那些所谓 就是必需要的脂肪酸呢 是会被消灭了的 那而这个呢 是会 是会 真正的呢 是导致我们 研究组发现的那些 氧化醇国高啊 或者血管硬化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好了 那在另一个用狗做的研究里面呢 它发现呢 如果那些狗呢 是 它饮食里面呢 是用 比如16% 它的食材里面呢 是用 用那个 氢化的 椰子油 那再加上 大概5%的 膽固醇 在食材里面 发现这些狗呢 全部呢 是出现嚴重的 血管硬化的 那另外一组的狗隻呢 就会 喂食些什么呢 是相似的 的 食材 除了呢 是4% 它那个 它那个所谓 轻化的 椰子油呢 是被 红花子油 取代了的 那我知道 红花子油呢 是本身呢 是永远还有供应 一些少量的 必需要的脂肪酸的 那现在发现了呢 第二组的狗呢 是完全呢 是没有出现 那个 血管硬化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这个不是 那个椰子油 导致血管硬化 那第一组呢 是主要是 那个 脂肪酸 必需要的脂肪酸 不足呢 是导致血管硬化 那其实呢 他们不需要 只是用 所谓 氢化的 椰子油 其实它说 任何经过氢化的 那个 那个 黄斗油 或者那个 那个 红花子油 氢化过的红花子油 那 似乎 即视乎那个 氢化的程度呢 它完全都会出现了 那个 打抹唇增加 和呢 是那个 血管硬化增加的 OK 那 那 为什么我们会 用氢化的 椰子油 做这个实验呢 那原来呢 原来呢 用 椰子油 因为呢 氢化了的椰子油 它可以叫做 中年那个脂肪酸呢 是容易 混在一些食物里面的 做这个研究 是比较容易了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它就会用这些 这样的氢化的 椰子油 是做这些 这样的实验的 那原来呢 还有些研究呢 其实它就没有用 那个 用那些 轻化油去做的 那发现呢 椰子油呢 都是说它呢 是会导致 增加那个 那个胆固醇的 那样 那它研究是用什么呢 它是用了 那个 那个 椰子油里面呢 两个主要的成分 那这个 在 德州 西南大学里面 继续做的研究 那用这种 这样的油呢 其实用两种 就是成分 那种 中联的 那个 那个油里面呢 那有两种 一种叫做 Capric acid 或者叫做 葵酸 和新酸 那两种 饱和 的中联脂肪酸 是 的 椰子油里面 那它发现呢 我用这两种脂肪酸,中年脂肪酸的椰子里发现 都重样出现这些导致相似的问题 那问题出现哪里呢? 原来椰子油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不只是这两种脂肪酸 其实原来椰子油里面起码有11种不同的脂肪酸 即是你不可以将椰子油分漏了它 将它分了一截之后做些研究 就说因为这个分漏了的椰子油出现这些问题 整个椰子油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研究 这些很多报告研究里面 其实它是没有讲给你听 其实它们从来是没有真真正正 用那些天然的椰子油做这些研究的 它通常用一些分化了的椰子油 好了 那还有一个研究很有趣 就是它经常说那些高胆护唇的问题 其实它做了一些研究 是比较不同的胆护唇的 它发现如果你用椰子油 比较其他椰子油的胆护唇 发现譬如用橄榄油 或者用红花籽油 发现红花籽油是比橄榄油 降胆的唇效果更加高的 OK 而比较上就是橄榄油也好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橄榄油也是有降胆固唇的 但是相比之下 那个椰子油的降胆固唇的能力 是比较弱的 相比之下比较弱的 譬如有一个团队里面 男排队里面 有一个人有六尺高的 在六尺高一般人来说 都是相当高的 但是你发现其他那些队友 个个都是七尺的 七尺多的 相应之下 这个六尺高的人 似乎好像矮了一些 是啊 其实是一种 就是我叫做相比之下 不是真正它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其实在我们这么多研究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发现 椰子油是对我们的胆护唇 是有任何的影响 就是它也没有说真正正增加它 它也没有需要减掉它 OK 因为整个机制 那个问题当然我现在知道 根本不跟胆固唇有关 现在最近已经有很多研究了 但是根本心脏病 是不是那个危险 就不是跟胆固唇的直截关系来的 稍后回来继续圆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利》 为椰子油申鸢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 欢迎回来绝望台的《自然疗法与利》 继续为椰子油申鸢 其实控方还有很多控素的研究 其中一个研究发现 就算用天然的椰子油也好 我们也会增加 我们血里面的胆固醇的肿和 例如 和祖人用一些椰子油 给一些自然的人士 发现 他们身体的肿胆固醇 肿胆固醇是增加17% 那么多的 另外一组人 Fornstrup 另外一个人 他发现 他会 用中腩树油 成为椰子油很相似的 加入一些志愿者的食物里面 发现 他们的胆固醇 肿胆固醇是增加到16.2mg 即是说 就算我用中腩油 用一些天然的椰子油 我发现 他们的肿胆固醇是增加了的 所以 它就增加了 心脏病的风险 好 但问题是很有趣的 我们发现 其实 我们的椰子油 到底会不会增加我们的胆固醇 是有不同的研究 是有不同的报告的 最多我们是这样说 其实椰子油 在我们的肿胆固醇的效应 只不过是中强的 有些说它高 有些说它没什么影响 但最重要的问题 到底这些胆固醇 出现了之后 高了之后 是否导致心脏病呢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讲来讲 心脏病的风险 其实不是讲这个 不是讲椰子 那个胆固醇 这么简单的 但我们发现 当我们的肿胆固醇增加的时候 这个增加是什么呢 是增加了 我们叫做高密度的胆固醇 就是好的胆固醇增加了的 所以呢 要比较有效地去衡量 到底那个心脏病的风险呢 就不只是看总胆固醇 要看那个 总胆固醇 over 高密度的胆固醇 OK 那就是说 如果高密度减固醇越高呢 你的总胆固醇是会 就是比例相应是低了呢 那其实呢 你那个心脏病的风险呢 其实是会减了的 所以你看一下这些研究也好 就简单来说 譬如一个人呢 他那个总胆固醇是240的 240就是属于比较高的 但是呢 如果你相比一个人呢 譬如他那个总胆固醇是200的话 那但是呢 如果前者是他那个好的胆固醇高的话呢 那其实呢 他那个胆固醇的比例 就是那个风险比例 其实是低了的 OK 所以我用回这个研究去看回呢 我胜吾的组人的那个胆固醇的比例呢 其实是由2.51是减到2.42的 而那个方熟的组人的研究比例呢 发现呢 这个比例呢 就是那个胆固醇比例呢 是3.08 减到2.69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两个研究呢 你真真正去看真些 把它分析得 仔细分析呢 其实呢 根本呢 那个胆固醇 就是那个 那个 心脏风险呢 其实是减低了的 因为它增加了胆固醇呢 是增加了好的胆固醇 不是说整体胆固醇 你不分呢 你看不出的了 那所以说呢 胆固醇那个水平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它没有证实任何 什么都没有证实了的 那我经常跟大家说呢 胆固醇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一个 是一个 现场的 就是交通现场的 一个 救伤车的 是吧 交通现场你会看到救伤车的 那你不会说救伤车 导致交通失事呢 是吧 那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呢 其实胆固醇呢 是一种 一种 维修的工具 当我们那个腸壁 在发炎情况之下 需要裂痕呢 那我们身体呢 就会用这些胆固醇去维修它的 好了 那我看回我们心脏病的问题 他说我发现呢 有很多人呢 他那个胆固醇的水平是很高的 远超过240的 但是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迹象 心脏病的迹象的 而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活的 那而另外呢 起码有三分之一的患心脏病 发作的人呢 是有出现一些是正常 和低过正常的胆固醇的水平的 那就是说呢 胆固醇的高低呢 是完全呢 是不可以预测到 你的心脏病的高低的 ok 所以我们根本呢 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就是 我们叫barking at the wrong tree 就是我们找错对象 那个空手 根本就不是 不关胆固醇的事的 那好了 整个胆固醇这个问题呢 就是导致那个心脏病呢 它主要呢 是处于食物和药厂 要那些人呢 离开我们传统的食物 譬如椰子油 有传统食物呢 是用一些所谓植物油 这是食物公司最新制造出来的 用那个氢化 将它来造成一些这样的植物油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目的来的 那当然呢 就贩卖很多这些所谓胆固醇药 那我在这个 我们过去 我也和大家分享过了 在2016年4月呢 美国那个FDA 那个食物药物管理稿呢 已经承认呢 胆固醇不是一个元兇来的 那吃过去吃过胆固醇的人呢 那个呢 可以这样说是无谓犧牲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 OK 那 所以那个最重要就是说呢 就是 就算我们胆固醇增加度呢 其实都不是因为它 而导致个心脏病出现的问题 那 那 那 好了 好了 匡方又有另外一个研究发现呢 他说不是哦 如果你看一下那些 那些人的食物 如果他食物那些脂肪多 脂肪多 或者飽黄脂肪多呢 他们通常的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的 那 有这些研究出现了的 那 那问题就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够呢 是将那个 那个椰子油呢 同其他的油 就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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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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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他们不是同一样东西的 最重要我看一下 就是全世界这么多地方 他们吃椰子油的地方的人呢 他们的心脏病的那个风险呢 是否比其他地方高呢 那我看一下呢 在菲律宾 菲律宾呢 其实是吃椰子油是比较多的 而菲律宾人的心脏病率呢 是比日本更低的 你知道呢 所以日本是 所以是文明国家的长寿尊 是比较最长寿的地方的人呢 那菲律宾有个地方叫做 Bico Bico 这个地方的人呢 他吃那个 椰子油呢 是 进食量是全国最高的 而他们那个 心脏病率是 最低的 其他地方 好像斯里南加啦 传统用很多 椰子油的 那他们那个 心脏病 死在 心脏的 数目呢 差不多是 十万个都一个 嚇死了十万个 才得过 今时 今日 那 可以 你看到同样的情况 就是 在泰国 印尼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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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呢 可以这样说呢 他们那个 死在心脏病呢 是非常 非常之低的 好了 那 这本书也有 有一个图表 是说 不同的国家的人 死在心脏病的 哇 挺有趣的 你看一下 那 他就说 年龄35到74岁的人 每十万的人 每十万的人 里面呢 有多少是死在心脏病的呢 最高是谁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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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高的 俄罗斯 是最高的 俄罗斯 在十万个里面 一万八千零二个 是最高的 十万个人 九百三十一个 苏格兰 九百零六低于中国 丹麦 再低一点 韩国再低一点 爱尔兰 美国也低于中国 奇怪一下 葡萄牙 比利是 北爱尔兰 德国 德国也是比较低一点 德国的人 比较 我最近都看了一份 关于德国人 为何比较健康一点 他们的饮食 当然都吃了很多肥肥的东西 但他们的运动方面 工作的生活习惯是很不同的 芬蘭也高的 加拿大就再低一点 那南威 澳国 希列 希列 意大利 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有其他保护的食物 譬如椰子油 橄榄油方面 澳洲 瑞士 日本 日本是属于很低 五百四十八 十万个里面 五百四十八个 而其中 菲律宾是低到什么 一百二十个 差不多最低的 差很远 差得很远很远的 那 如果大家 就是在今时今日 如果是有机会接触很多菲律宾人 譬如我们家庸里面 很多菲律宾人 我都经常发现 他们的健康很不一样的 就是我自己都经验到 很多有高血压心脏病 但是你记住 现在很多菲律宾人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些地方 我最近都去过 就是有工作上需要 是去到很多次的 反而他们的饮食习惯 真是很差很差的 他吃很多文明人的食物 很多糖的东西 煎炸东西 但是你要给一下 就是当然 他们吃的那些椰子油 那个习惯 是已经可以这么说 是越来相应比以前少很多 但是如果你去看看 吃椰子油 多于这些国家 他的心脏病率 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好了 结论是什么 是否可以跟椰子油 生怨 生怨 和绝对平凡 是 椰子油是一种非常之非常好的食物 那我们以前都有一集说 说椰子油的功效 嗯 OK 那椰子油呢 不单可以查 可以饮用 可以减肥 可以对老人痴癌症 可以这么说 椰子油的治疗功效 是惊人的 以防 那个心脏病 可以帮我们 溶解 腎石 可以平衡我们的血糖 控制我们的糖尿 可以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有些人呢 就伤风呢 就喝一两根椰子油 發烧喝一根两根椰子油 的 那也都可以 保护 就是 保护我们 对抗那个癌症 那有些人最新研究呢 对他 爱滋病都很厉害的 那可以加强你那个精力 有些人喝了椰子油 整个人精神饱满的 因为他的燃烧 那个 我叫中年的脂肪酸 是快很多的 那还有呢 就会减肥 我有些病人试过呢 你喝几根的椰子油呢 讲三根到五根六根 就是湯根去喝呢 那他实际上 他身体减肥得很快 主人呢 他生疼代謝是改善了的 那椰子油呢 可以帮助我们 杀菌 杀病毒 杀母菌 那很多皮肤的问题 都可以帮助的 那改善很多些 腸的症状 腸敏感 症状 这方面呢 也都保护我们那个 皮肤 令到我们皮肤 是没有那么快的衰老的 就是可以说呢 是一种 令到我们皮肤 年轻一点的 任何的皮肤 这班人 老人班呢 长期查那些椰子油呢 是可以很快就处理得到 那椰子油呢 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使用的食物 一个传统食物 那很好 就是 很幸好 你看到的趋势呢 椰子油的产品 是越来越多的了 那这个呢 记住呢 我们以前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被人骗了很久了 那今时今日要醒觉 那我们绝对今次呢 就要 要为椰子油 平反伸冤 是的 那大家又可以 放心地去用椰子油 椰子油的产品了 那如果有兴趣 听回更多的资料呢 可以去回我们 就是 网子 那就是 有一集 是206集 椰子油的 医学用途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 预约回诊 可以打2577 3798 预约 可爱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 Facetime 和原医生 回诊 可以e-mail去 cssat 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分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去YouTube搜寻 自然了发与你 就可以参考我们的节目啦 多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 收听 拜拜 哎呀你轮转你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 买到 电话 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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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